今年过年,小叔耐不住奶奶的要求,带着我回老家。 我们俩都不情愿,硬是拖到了除夕那天才起身离开。 因为过年,要穿得喜庆些,我身上的JK格裙恰好是红色, 再加上前段时间喜欢雪景红装,买了一件红棉服, 在冬季里特别扎眼,我还戴上了最贵的手表。 不争馒头争口气,我想让欺负过我和小叔的人都知道, 我过得很好,小叔把我照顾得也很好。 从温市回老家,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很快就到。 农村房子拆迁,新房子不算小,唯独没有我和小叔的房间。 爸、妈、奶奶,我笑着打招呼,仿佛毫无芥蒂。 他们干巴巴地笑,哟,是下下巴,这上了大学,就是不一样了哈。 这几年,我回来的次数不多,每次都是跟着小叔回来办事,且当天就离开。 自从有了小叔撑腰,父母再也不敢放肆打骂我。 我也不会跟他们硬刚,口舌之争能忍则忍,因为小叔对亲情有执念,我不想让他为难。 母亲在厨房做饭,小叔和父亲,奶奶打牌,我坐在一旁看着。 母亲精心准备年夜饭,怕是又有什么事求小叔帮忙。 以前我还在这儿的时候,刷碗做饭都是我的活。 做不好还要挨打,瞎了呀,还不快来端菜,就等着吃。 母亲的怒吼声响起,我大脑还没接收到信息,身体便控制不住疼得一下站起来。 此刻我才意识到,就算我穿的,用得比以前好千倍万倍, 可有些东西依旧无法改变。 我拼命地伪装自己,抹杀原来的痕迹,向父母示威, 可心中的恐惧和曾被驯服的奴性从未消散。 我隐约看到了放在冰箱上面的擀面杖,恍惚间感到身上疼痛不已。 擀面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根,可身上还是熟悉的疼痛。 说不上是哪里疼,就是浑身都疼,腿疼,胳膊疼,后背疼,头疼, 好像哪里都打过。 可我不愿服输,我不想去,此刻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母亲声音那么大,其他人都不为所动,显然都默认了是说给我听的。 小叔突然把水杯递到我面前,愣着干嘛,去给我添杯水。 哦,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母亲迟迟等不到人,自己把菜端上了桌。 直到吃饭时,江玉龙才露了面,手里还一直拿着个游戏机。 许久未见,看到这个弟弟如今的样子,我震惊不已。 圆润的身材,染着小黄毛,哆嗦着腿,手机壳是个骷髅。 江玉龙依旧把一大桶可乐放到自己面前,还瞪了我一眼。 我翻了个白眼,现在条件比小时候好太多,一桶可乐不值钱,只是他习惯把所有东西都自己摊着,一丁点也不愿分给我。 小叔开口道,你胃不好,少喝碳酸饮料。 奶奶闻言,脸色变了变,我有胃病,跟他脱不了干系。 我十二岁那年,搬来新房子时,房间不够,我只能在奶奶床边打地铺。 我不知他是不是故意的,在半夜上厕所时,一脚踩在我身上,我当场吐血。 可如若他真不是故意的,脚上怎么可能会使出那么大力气? 医生说我落下了胃病,以后不能吃辛辣刺激性食物。 吃饱喝足,父亲总算进入正体。 老二,妈这几年身体不太好,看病也不少花钱。 小叔屡着手里的牌,点了点头,听医生的,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当然得治,但这医药费你从来没出过。 我家御龙还在上高中,用钱的地方多,家里也没多少积蓄。 小叔合了合手里的牌,扔桌子上,大哥,咱当年可是说好的,新房子和拆迁款都归你,妈的养老问题也归你。 我现在已经每个月打钱,还不够吗? 父亲面上有些挂不住,我知道这房子没给你,可是你如今有本事了,也不差这几个钱。 怎么不差,下下上大学也要花钱,他以后嫁人我总得给他攒嫁妆,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我也没闲钱。 父亲看了我一眼,随即又说道,老二,妈的是不麻烦你,我是想着年后你把御龙带走,让他去大城市里见见世面。 你放心,大哥不占你便宜,你把下下留下来,也减轻你的负担。 我,我自然不乐意,但也不好说什么,怕给小叔惹麻烦。 小叔轻轻拍了拍我,大哥,下下很懂事,不是负担,御龙就算了吧,他跟着你就挺有出息。 晚上,我和小叔去了酒店住,那里有提前订好的房间,毕竟家里根本没有我俩的容身之所。 小叔看我情绪不高,问,不高兴。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再欺负你。 他们欺负我没关系,但是不能欺负你。 他们怎么骂我,我都可以忍,毕竟我现在过得很好,没必要跟他们吵架,可我现在的生活都是小叔给的,我不能让那些人欺负他。 我和小叔都是在老家不受待见的存在。 名副其实的大冤种和小冤种。 小叔不受待见是因为他生在了我爸后面,二胎罚了不少钱。 我不受待见的原因就朴素了很多,因为我是女孩。 小叔,你不能养姜玉龙,他自从上了技校就经常打架声势,以后会给你惹大麻烦。 小叔轻笑,放心,我没打算带他走。 叔,咱今晚就走吧,我大胆提议。 他抬手往我后脑勺趴一下,我就在隔壁,有事别找我,明早再说。 洗完澡出来,见手机传来了微信转账。 压岁钱,六百六十六。 我,小叔威武,感谢打赏。 小叔很早便离家上学,毕业后也甚少回家,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不深。 他初中毕业时,奶奶以没钱为由,让他辍学重地。 多亏本家一个二老爷,同时也是小叔的老师,他向来喜欢成绩好的学生,不忍看到小叔辍学。 二老爷是村里的文化人,有一定话语权,阻止了奶奶的做法。 他为小叔申请了贫困补助,还贴补了自己的工资。 小叔不用家里给的钱,便很少回来,上大学之后更是没有打过一个电话。 在家里,奶奶也从未关心过一句,死活不问,仿佛世上没了这个人。 我刚上初中时,老家拆迁,分了一套新房子和十万块拆迁款,他在那个时候回来了一趟。 他考上了大学,又开着车回来,很惹眼。 我才知道,原来上大学就可以开轿车。 奶奶和父亲都以为他是为了新房子和拆迁款而来,谁知小叔只淡淡说了一句, 房子和拆迁款我都不要,但以后你给妈养老。 多年来,奶奶没有关心过小叔一句,如今他有了工作,不想管奶奶也是人之常情。 可这个人只是嘴硬心软,他对我父亲或许没什么感情,但心中始终放心不下奶奶。 他离开前送了我一支钢笔,让我好好学习。 小叔的出现给了我希望,逃离这里的希望。 同年春节,他又回来了一次,给我和姜玉龙都带了很多礼物。 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了解到了我的遭遇,看到我备受冷眼,挨尽毒打。 他带我去了医院,对我身上的伤震惊不已。 或许是感到同病相怜,他问,夏夏,你要不要跟我走? 我父母有求于他,想要一笔钱把姜玉龙塞进私利初中。 于是,小叔留下了两万块钱,带走了我这个脱油瓶。 从那时起,我便告诉自己,我的亲人只有小叔一个。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小叔回了老家。 当初我们村统一拆迁,本家同族的亲戚新房离得也不远,大家总要拜年走动一下。 小叔和父亲出去拜年,母亲和奶奶在一旁偷偷给弟弟塞红包。 我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当作没看见。 喂,姜玉龙横着脸走到我面前。 我抬了抬眼皮,算是给了他一个回应。 手机不错,他吊儿郎当地说。 我点头,是不错。 这是上半年,我考上大学时,小叔送我的最新款手机。 给我玩,我打游戏,姜玉龙丝毫不客气的索要。 他跟以前是有些不同了,小时候只会无理取闹,故意哭着喊妈和奶奶撑腰,让他们揍我一顿。 而如今,不给,我想也没想就拒绝。 他一脚踢倒了身旁的椅子,指着我的鼻子大喊,江夏。 我看上的东西你敢不给,别逼我揍你。 你要揍谁呀? 争执不下时,小叔回来了,制止了这场闹剧。 父亲本就有求于他,便主动收拾了姜玉龙。 中午吃饭时,父亲就是重提,想让小叔把姜玉龙带走。 我讽刺一笑,爸,小叔好不容易替你们把我养大,如今养完大的,在帮你养小的。 不带那么欺负人的,父亲脸色有些难看,死丫头,养你有什么用,玉龙才是咱家的独苗。 小叔不留情面地对回去,大哥,玉龙是你的独苗。 跟我可没关系,父亲被噎得说不出话,奶奶顿时摔了筷子。 一个没良心的,玉龙是你亲侄子,跟你大哥还分那么清。 小叔顿时沉默了,他应付我爸时游刃有余,但对上自己亲妈,顿时掩其息骨。 我拨弄着碗里的饺子,讽刺道,奶奶,你是最没资格说小叔没良心的,他每个月给你打生活费,你屋里那一箱箱的补品都是他买的。 奶奶气得拍桌子,大人说话,这哪有你插嘴的份,真是赔钱货,跟你叔一样没良心,大白眼狼养出个小白眼狼。 小叔不常回家,可这个家里也没有他的地方。 他嘴上说着不养奶奶,却每个月都给他打钱,这怎么就成白眼狼了? 老二,我这些年照顾咱妈没有一句怨言,以后都交给我也行,只是你也帮帮我的忙,父亲讨好的语气中带着算计。 夏夏已经长大了,以后就留在家里吧,你把玉龙也带出去见见试面,孩子将来有除稀泥也能沾光不适。 奶奶也跟着附和。 你说,你现在还未成家,这万一娶不上媳妇,还得靠玉龙给你养老呢? 这是白,送你半个儿子,还不快谢谢你大哥。 母亲也是洋洋得意,是啊,这儿子就是比闺女好,我给夏夏找个婆嫁嫁出去,以后你就好好抚养玉龙,玉龙以后不会忘了你的。 他们一唱一贺,组团曝小叔,原来就是为了把江玉龙强行塞给小叔。 我心里有些发慌,生怕小叔心软松口,他当年就是因为心软,才收留了我这个脱油瓶。 我勉强算省心的脱油瓶,江玉龙可是烫手的火炭。 万一惹出什么事,还得小叔给他擦屁股。 我急忙把筷子一拍,奶奶,小叔为什么没成家? 你难道不清楚,当初是你把他女朋友给搅黄的? 奶奶闻言,顿时抓狂,你说什么呢? 我那是为他好,那个姓陆的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安分的,浑身上下一股子妖气。 够了,小叔顿时黑了脸。 妈,你再说陆雪一句。 奶奶顿时晋升,父亲笑嘻嘻打圆场。 老二,别跟妈生气,我现在把玉龙交给你,也算一种补偿,以后他就是你半个儿子。 小叔冷笑,补偿。 当初是你们说不养下下,让我来养。 如今我把他养得聪明漂亮,大哥大嫂真是反悔了。 父亲摆了白手,老二,这不是反悔,只是把玉龙换给你。 他可是你亲侄子,不过你放心,我也会给下下安排个好归宿的。 好归宿,意思就是把我嫁出去省事呗。 我不要,我闷声表态。 然而,我的一再反抗,终究是惹急了他们。 江夏你干嘛? 翅膀硬了是不是? 别以为自己出去几年就长本事了,再怎么样,我也是你老子。 父亲拍着桌子大吼。 奶奶在一旁训斥我不懂事。 母亲熟练地拿起擀面杖,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多了。 欠收拾,过了年我就把你嫁出去,拿彩礼给玉龙买婚房。 看着他手里的擀面杖,我顿时脑袋一蒙,小腿止不住地发抖,身体本能的恐惧让我无法动弹。 够了,小叔伤手够过我妈手里的擀面杖,重重扔在地上,嫂子这些年还真是一点没变啊,又打又骂。 像个,他忍住没把话说得太难听,下下是我养大的,就是我的孩子,还轮不到你来打骂。 父亲不敢得罪他,急忙陪笑。 老二,你嫂子一个女人家,啥也不懂,你别理他。 奶奶在一旁念叨,当初是你非要养的。 我们可没逼你,一个丫头骗子能有什么出息? 小叔点了点头,没再继续吵。 好,我们都没出息,下下,我们回家。 我闻眼,扶着桌子站了起来,抬起还在发软的腿就要走。 眼见目的没达成,奶奶使出了她的终极必杀计,一屁股坐地上,双手拍打膝盖。 哎哟,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这是养了个什么儿子哟? 老头子啊,你看看我过的什么日子,我干脆死了算了。 说着,他猛地起身往墙上撞去,毫无疑问地被父亲一把拉住,没死成。 小叔见惯不怪,无奈地揉着眉头。 妈,你到底想干嘛? 大年初一你就走。 好,我也让街坊邻居知道你这个逆子的真面目,奶奶一边哭喊,一边跑向门外撒坡。 同一层楼的大爷开门大喊,大过年的能不能安分点,别吵着我孙子。 由于小叔不常回家,奶奶又一直跟着父亲生活,街坊和亲戚难免怀疑小叔是个不孝顺的儿子。 父亲又开始充好人,老二,怎么说也得一家人和和气气过,晚年再走。 我保证,绝不让你嫂子再动手了,行吗? 小叔犹豫犹豫片刻后,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在他心里,这是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不过好在奶奶和母亲都笑停了,重新摆起笑脸,不再作妖。 我也没多疑,毕竟他们现在靠小叔打钱过日子,不敢闹太离谱。 事实上,我想多了,自私的人永远不会感恩,他们认为这是小叔应该做的,甚至还会想尽一切办法吸他的血。 那天晚上,小叔多喝了几杯,走不动路,父亲让他睡在家里。 小叔知道我不想待在这儿,便让我回了酒店。 第二日,我早早就从酒店回来,打算吃了早饭,就和小叔离开。 还没进门,我便听到了阵阵哭闹声,争吵声。 小叔面色铁青地坐在沙发上,他一向脾气好,很少有那么生气的时候。 客厅一片狼藉,杯子,碗筷碎了一地,桌子都翻了。 父亲和奶奶才不舍得砸自己家东西,八成是小叔气急之下摔的。 更重要的是,地上坐着一个哭淒淒的女人,我妈温声细语地在一旁哄着她。 小叔,怎么了?小叔见到我回来,压下怒火,低声道,不用管,我们回去。 闻言,地上的女人哭得更大声了。 我妈在一旁帮腔,老二,我表妹清白被毁了,你说走就走啊。 奶奶劝解道,老二,这也不算坏事,眼下媳妇也有了。 你工作忙,把玉龙接过去也没时间照顾,刚好能让玉莲看孩子吗? 一听表妹,我仔细看了看那个女人,才发觉她有些眼熟。 我冷笑,这不表姨吗?那么久不见,你瘦了。 瘦得我都没认出来。 她虽然是我妈的表妹,但表得有点远,所以我也才见过两面。 当初,奶奶就是带着这个女人,把小叔的女朋友搅和没了。 那时的表姨刚刚守寡,体态蜂拥,远没有现在这般瘦弱。 小叔前女友叫陆雪,交往多年,已经谈婚论嫁了。 陆阿姨是学医的,是本地人,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典型的书香门第,说句不好听的,倒是我小叔高攀了。 陆阿姨漂亮又温柔,小叔刚把我接过去时,总有很多不方便,因此她也没少照顾我。 可奶奶不满意这门婚事,她觉得这个儿媳妇聪独立,不好拿捏,把人给弃出国了。 她还不罢休,硬把表姨塞给小叔。 表姨的丈夫死前留下了一笔意外保险金,奶奶看上了这笔钱。 更重要的是,奶奶能拿捏这个儿媳妇,继续吸小叔的血,补贴我爸。 但结局并没如她所愿,小叔宁愿一直担着,也不愿意取这个表姨。 她警告奶奶,如果再插手她的婚事,她不介意断绝母子关系。 如今他们顾忌重施,昨晚小叔本是和我爸一起睡的,谁知醒来后身边换了人。 小叔满脸懊恼,她怕是这辈子都不敢跟我爸喝酒了。 奶奶和我妈还在一旁指责,他们想把屎盆子扣小叔头上,洗也洗不清。 喝,不可能。 行了表姨,都是当妈的人了,别演得跟黄花大闺女似的。 没错,她还有个女儿。 奶奶,你那么大年纪了,还往自己儿子床上塞人,这是传出去,你也不怕被唾沫星子淹死。 还有你,妈,昨天我爸也在那屋睡,他可能只是起得早,要不你大度点,给表姨让个位。 她们没想到,一向老实,任她们拿捏的我如今那么大胆。 死丫头,你再给我胡说八道。 我妈最先反应过来,恼羞成怒地朝我冲来,只是眼下没有赶面杖,只能扬起手打我。 她猙獰的面孔依旧让我心底发颤,可我硬是没有后退,一把伸手抓住她的手腕。 我的声音有些发抖,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 他们想赖上小叔,吸她的血,我偏不让他们如愿。 小叔见状,急忙推开我妈,将我拉到身后。 妈,当初你带着这个女人,把陆雪赶出国,现在又想把她塞给我,那么拙劣的手法,真当我好骗。 我没干过的事,我不会认,大不了报警。 地上的女人停止了哭泣,你不认没关系,我也不让你负责,算我倒霉,大不了我把这事说出去,让别人平平理。 她这是打算造谣声势,用名声威胁小叔。 小叔没他们那么多花花肠子,根本应付不来,但是我可以。 我拿出手机,不用别人平理,我已经报警了,一会儿先让警察带表姨去医院,有些事发没发生,医生一查就知道。 我蹲到她面前,轻轻一笑,表姨,如果这事是你们故意陷害小叔,可是要坐牢的哦。 她早已没了先前的理直气壮,语气慌乱,我不去医院,我为什么要去? 我不检查。警察已经快到了,去不去医院,游不得你。 她整个人险些瘫在地上,我不能坐牢,我还有我女儿要养。 我错了,是我骗你的,是表姐说嫁给她就有好日子过。 下下,你给警察说你搞错了好不好,我再也不敢了。 我冷哼一声,我没报警。 随即我播放了手机里的录音,我把刚刚那段对话全录了下来。 但是,我有了证据,现在报警也不迟。 奶奶也有些慌乱,行了,这不是什么也没发生吗? 报什么警,丢不丢人。 父亲也跟着附和,就是都是亲戚,不至于闹到警察那里。 我把手机递给小叔,叔,报不报警。 小叔叹了口气,大过年的,算了吧。 我有些无奈,小叔并不是放过表姨,只是他心里清楚,奶奶是这件事的主谋,他完全是为了奶奶。 有些人会把生命中的窝口停整地切掉,还有些人会把缺憾当成一辈子的执念。 我是前者,而小叔属于后者。 我无法强迫他改变,我只能盼望奶奶早些入土,别再拖累小叔。 小叔看着团结一致,却把他排除在外的一家人,失望到, 以后过年,你们一家人过吧,我不会再回来了。 回去的路上,他始终沉着脸没说话。 每次回去,奶奶都想招法要钱,从不问他在外面过得怎么样,累不累,甚至都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工作。 小叔又有什么错呢,他只是想得到自己母亲的一句关心罢了。 在新年开车赶回家,终究还是我和小叔相依为命。 冰箱里还有些食材,我想我在原来那个家里唯一的收获。 便是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小叔刚把我带回来的时候,根本不会养孩子,更不会做饭。 他一个人生活时,天天吃外卖,又碍于我胃不好,吃那些东西不卫生。 于是,每天他点外卖,吃黄焖鸡,酸辣粉,麻辣烫,却精心为我做白粥,水煮面。 我倒也不是挑食的人,只是他每天和我一个桌子上吃饭,这是不是过分了点。 后来成功找到菜市场后,我带着小叔摆脱了外卖生活,成功把他的嘴养掉了。 纵然我上了大学,住宿舍,他也时不时指使我回家做饭。 叔,我爸妈要真把我嫁出去怎么办,网上不是有很多卖女儿换二十万彩礼这种案例吗? 小叔眼皮都没抬,扒了两口饭,那就多要点,要五十万他们就给不起了。 他又说,你不用管他们怎么说,你成年了,想谈恋爱也可以,但是别乱搞。 哦,其实比起我自己,我更担心他。 小叔奔三的人,平时注意锻炼,倒也不显老,他虽然不是那种又酷又帅的类型,但面容清秀,干净清爽,条件也不错。 这几年他始终单身,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看破红尘,要么是旧情难忘。 我虽然心疼小叔,但这事也怪不了陆阿姨,毕竟任谁摊上这一大家子奇葩,都得躲得远远的。 我再次祈祷,奶奶早日入土,别再祸害小叔了。 年后开学,小叔也去上班了,本以为老家的事暂时消停了,可他们就是阴魂不散。 那天,小叔正收拾东西去上海出差,我在客厅看电视,他手机落在客厅,突然想了起来。 我瞟了一眼,是我爸打的,我偷偷接了。 喂,老二,咱妈住院了,你快回来。 我挂了电话,回了条消息,以小叔的口吻回了消息。 奶奶装病瞎寒,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就过年回家见他那个状态,他起码再多活十年,都不成问题。 他们之前想把江玉龙塞过来,没成功,我估计这次要么是塞人,要么是要钱。 之前奶奶也喊着生病,小叔心软,丢下工作回去,错失了一次升职的机会。 结果那老太太不过是受凉拉肚子,纯粹是为了从小叔手里抠钱。 小叔为了谈这个合作,忙活好久了,总不能让我爸他们给毁了。 我用小叔的手机把我爸妈的联系方式全拉黑了,第二天看着他出门去机场。 我跟学校请了三天假,自己一个人坐车回了老家。 到家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来的人是我。 我也没想到家里汇聚着那么多人,三叔四嫂,街坊邻居都跟着看热闹,活脱脱一副逼宫的样子。 小叔在老家名声并不算好,大家都以为这些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奶奶。 你叔呢?父亲皱着眉头问。 我没回答,静止往里屋走去,我叔没时间,我来看看奶奶。 那老太婆躺在床上,头上敷着毛巾。 你来干什么?我儿子呢? 他老娘要死了,他管不管,说着,他还中气十足地咳嗽了两声。 奶奶,你儿子不是在这儿吗?我指了指门口站着的人。 我是问我小儿子呢? 哦,原来您还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啊。 奶奶不依不饶,非要我小叔回来,爸爸不停地打电话,就是打不通。 我忍不住提醒,爸,小叔在飞机上,听不到电话。 父亲怒目而是,你个贱丫头,是不是你搞的鬼? 外人纷纷议论,说小叔不孝顺,亲妈生病,也不来看一眼。 奶奶,你上次装病闹腾小叔回来,搞砸了他的工作不说,结果医生说你只是吃坏肚子。 小叔这次真的有重要的事,没空陪你闹,我的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屋内的所有人听清,至于外面看热闹的人,听不见也没关系,很快便会传开的。 奶奶还在装病,一直捂着头疼,只好由父亲出面教训我。 江夏,你到底来这儿添什么乱,你小叔把你教成什么样子了? 其实,他们怎么说,我都无所谓,但我不能给小叔丢人。 爸,如果你们这次再把小叔的工作搞砸,他可就赚不到钱了,每个月也没法给奶奶打钱, 到时候,你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就连玉龙的学费可都没着落了,更何况他现在还替你养着我,我说得情真意切。 奶奶,我知道你嫌小叔不长陪在你身边,可房子和钱都被你给我罢了,他回来也没地方住。 小叔在外工作,吃不好睡不好,还不是为了养活咱们这一大家子吗? 小叔每个月都会给奶奶打五千块钱,但这笔钱到了谁手里,我们都心知肚明,可也没办法,他终究做不到真的不管奶奶的事。 父亲被我一番肺腑之言,吓唬得一愣一愣的,他自然说不过我,从来都只会打我。 他不像母亲,喜欢用擀面杖,直接伸手扇了我一巴掌。 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不知孝顺,还帮着外人一起说下话。 他这一巴掌,我挨了。 我克制住本能的恐惧,稳住心神,无论今天他怎么打我,我都必须受着。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小叔没有教坏我。 眼角流出两滴泪,不是我装的,是真的疼。 爸,小叔虽然抽不开身,但他很担心奶奶,让我拿钱来给奶奶看病。 听到钱,父亲顿时眼睛一亮,也不生气了,还算你们有良心,他给你多少钱,先给我,我送你奶奶去医院。 不用了吧,奶奶现在也下不来床,我已经叫救护车了。 小叔说要给奶奶做全身体检,看看还有什么病争取治好它。 父亲的表情变化精彩,他忍无可忍,却忍了又忍。 众人也没发现不对劲,只感叹我们一家人,母慈子孝,孙女还懂事。 我还不忘天一把火,爸,你放心,小叔说了他熬夜加班,就是为了让你们过好日子。 无论奶奶的病花多少钱,他就算去卖血,也把钱凑够。 上大学后,小叔给了我一张卡,每月有一万额度,随用随取。 这些钱给奶奶做个体检足够了。 其实,我用不了那么多钱,我从小抠门惯了,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 高中的时候,我生活费用完,也不好意思跟小叔要,总觉得是自己花太多。 而他年龄也不大,没养过孩子,根本照顾不到那么细致。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每次给我钱都会多给。 医生不愧是专业的,奶奶身体硬朗得很,就是年纪大了,要记婚兴。 父亲和奶奶不顾医院门口来往的人群,对我破口大骂,仿佛我是不愿给他看病的不孝女。 他们骂我没关系,可做体检花了那么多钱,可不能白白打了水漂。 小叔就是心软还没长嘴,所以才付出那么多都没落到好。 我对父母确实有一股本能的恐惧,但我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女儿。 我从小就学着察言观色,尽可能让自己少挨揍。 刚到小叔家里时,我知道自己是寄人篱下,总会尽力讨好他。 小叔真的把我当亲女儿养,所以后来我在学校小心翼翼,从不惹事,不给小叔添麻烦。 我到老家附近的超市买了一挂两万响的鞭炮。 这个时间刚刚好,家家户户都吃完晚饭,在街上唠嗑。 我贴心地让家长捂好孩子的耳朵,随后一阵鞭炮声响彻整个小区,路边的人都惊了。 年都过完了,谁还搁这儿放鞭炮? 有兴趣我家看戏的人认出我,这是江才他闺女下下吧,有啥喜事啊? 我轻笑,沉疑。 当然是大喜事,本以为奶奶得了重病,结果医生说她很健康,长命百岁不是问题,自然得庆祝。 路边的人都附和,说身体没事就好。 我一一道谢,并说道,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小叔,他熬夜加班,凑得好几万块钱,眼下奶奶没事,我得告诉他,让他安心。 哎哟,真是好孩子,要是你玉龙,也能像你那么乖就好了。 我微微一愣,沉疑,玉龙干什么事了? 他神秘兮兮地凑过来,你不知道呀。 果然,最完善的情报网,都是由路边的大姨组成的。 江玉龙在学校早恋,那个女孩怀孕了,家里人来要说法,让赔三万块钱。 拿不到钱,他们就要把江玉龙告上法庭,毕竟人家姑娘还未成年。 哼,他们这是想坑小叔的钱给江玉龙擦屁股。 我今天回来光顾着处理奶奶的事,都没注意母亲一直没露面,想来应该也是处理这件事去了。 眼下女生家里逼得紧,奶奶不得已装病要钱。 小叔可能会不管江玉龙和我爸的死活,但绝不会对奶奶的事无动于衷。 街坊邻居看完热闹,便回家了。 我啥也没想,撒腿就跑,冲到路边就打车去车站,连夜回了人事。 我倒不是怕挨打,就怕他们把我扣下麦了。 第二天,小叔便给我打了电话,这件事自然瞒不住他。 他出差回来那天,直接来了我学校,我猜到他会生气,所以我打算夹着尾巴做人。 小叔性子温和,而我也自认还算让他省心,印象中他就对我发过一次火。 我刚上高中时,他的工作出了问题,没了收入。 我开始学着赚钱,帮同学写作业,去食堂兼职,甚至减费瓶子。 我知道自己帮不上他,只是想尽可能少拖累他。 他不解又愤怒地训斥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自然不理解,因为就算缺钱,他也从未亏待过我。 我对着他哭了好久,说,叔叔,你能不能不要把我送回去? 我可以不上学,可以少吃饭,多赚钱,但我不想回去。 我害怕他把我送回老家,我不想再过那种天天挨打的日子。 后来,小叔卖掉了车,渡过了难关,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接到小叔电话时,我正和室友在外面吃麻辣烫,还是麻辣味? 我下得赶紧买瓶水清口,还和室友换了外套,确保身上没有味道才敢露面。 见我从校外回来,他一脸一问,干嘛去了? 学生会有活动,我睁着眼边下话。 你二老爷给我打电话说,你给我扬名了,我卖血赚钱,养活一大家子。 老家二老爷是小叔的恩师,他们这些年一直有联系。 我大气不敢喘,夸,夸张了一点。 我花了好几万给你奶奶抗病,不到两千。 这次体检确实没有花那么多钱,可连续七年,他每个月都给奶奶转五千块,还不算奶奶平时索要的杂七杂八的东西。 他深吸一口气,挨揍了眉。 我摇了摇头,眉,我跑得快。 行,长本事了,连我都敢瞒着,还知道用我的手机拉黑。 我这不是不想让你担个正事吗? 医生检查完了,他身体好得很,你放心,经过这件事后,他再也不敢装病威胁你了。 我还得谢谢你啊,他依旧语气不善。 叔,他们就是想让你掏钱,你不能回回当冤大头吧,苦都让你受了,福气都让我爸想了,凭什么呀,我愤愤不平道。 小叔顿时沉默了,眸光有些暗淡,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让他难受了。 凭什么呀? 凭什么父亲吃白米饭,小叔却只能啃肝膜。 凭什么小叔考上大学,却只能自己赚学费,父亲没出息,奶奶却把钱都留给他。 凭什么小叔漂泊在外,奶奶和父亲还要拼命吸他的血。 对不起,我以后不会擅自做主了,我闷闷说道。 小叔叹了口气,好好上学,其他的用不着你操心。 我点了点头,把江玉龙惹出的事告诉了他。 他神色淡然,这是我知道。 你知道? 嗯,他们想着法子找我要钱,你真当我傻呀,他一脸不服气。 他当然不傻,但是他心软。 我轻轻皱了皱眉,说,你可别想不开,又去帮他们擦屁股啊。 我好不容易才断绝了奶奶坑你钱的路子,你别再管那些破事。 知道了,他虽然答应,但语气多少有些敷衍。 我不放心地说,你要是管江玉龙的事,我立马回老家,吊死在奶奶房门口,都别想好过。 他一巴掌拍向我后脑勺,说什么话呢? 别老把死挂嘴边上。 我挥开他的手,强调道,我认真的,这不是三万块钱的事,但凡你这次降低了底线帮他们,他们更得死死缠住你。 以后江玉龙杀人放火,也得你给擦屁股。 他郑重点了点头,随即发动汽车。 说,知道了,我也认真的,听到他答应,我才放下心来,去哪儿?回家给我做饭。 晚上,我还是遭报应了,我胃疼得死去活来的,美味的麻辣烫在胃里翻滚。 小叔黑着脸给我喂药,忍不住训斥,让你嘴馋,活该。 我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不吃了,再也不吃了。 行了,休息会儿吧,如果还疼,就带你去医院。 管住嘴,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坚持一辈子也是很难的。 就像那些伤痛,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治愈。 父亲终究还是找来了,他倒是聪明,知道带着奶奶一起。 小叔做销售的,每谈成一笔合作都有不少提成,这些年赚了不少钱。 所以,那两人来到设施发达的小区,看到小叔宽敞的房子后,眼里都冒起了金光。 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小叔, 我还成天担心你在外面过得不好,怕你吃苦,搞了半天你在这儿想服来了。 你住大房子,开豪车,却眼睁睁看着你大哥一家挤在小房子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每个月寄回来那么点钱打发我们,却给这个见丫头吃好的用好的。 对于奶奶的控诉,小叔习惯保持沉默。 因为他解释,反驳都没用,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父亲的态度满是讨好,老二,夏夏和玉龙都是一样的,你可不能偏心啊,也要多照顾一下玉龙。 小叔吃笑道,玉龙有你们偏心,哪用得着我? 奶奶伸手指着他,你怎么那么自私啊,自己日子过好了,不知道帮衬兄弟一把。 这样吧,我也不怪你了,眼下还有个弥补的机会,只要你把这事解决了,咱们还是和和气气一家人。 奶奶将玉龙的事说了出来,那个怀孕的小姑娘已经把孩子打了,但如果拿不到赔偿,依旧会闹上法庭。 我默默待着没说话,等着看小叔的态度。 小叔轻轻问,妈,你想让我怎么处理? 当然是赔钱了事,难不成真要打官司,咱们家的脸可都丢尽了呀。 小叔还算清醒,丢脸的是你孙子,不是我,玉龙是大哥的儿子,这是我管不着,你找他管。 我急忙跟着附和,是让奶奶,况且玉龙小小年纪不学好,进橘子让人管教一下也好。 你个死丫头,那可是你亲弟弟,你怎么那么没良心? 他知道这是,还得找小叔,便不再把精力放心我身上。 老二,你花那么多钱养这死丫头,总不能不管玉龙,一样的侄子侄女,你可不能偏心啊。 小叔轻笑,对亲儿子都能偏心,对侄子怎么就不能偏心了? 奶奶顿时捂着脸哭了起来,我知道你是在怨我,怪我当初把房子给了你大哥,可他有老婆孩子,我总不能让他们睡大街吧。 我翻了个白眼,奶奶,这不是房子的问题,这些年你拿着小叔的钱去贴补我爸也就算了。 如今将玉龙捅了娄子,也让小叔擦屁股,不带那么欺负人的。 老二一直不成家,说不定以后还要靠玉龙养老呢,我这也都是为了他好,奶奶满脸都是良苦用心。 我吐了,奶奶,别忘了小叔的女朋友是被你搅和没的,就算他以后真不结婚,也有我给他养老,不需要你费心。 你个赔钱货能有什么出息,这个家还不是要靠玉龙传宗接代? 小叔给他吵得头疼,想叫辆车送他们回去,奶奶直接在客厅撒起泼来,死活赖着不走,无奈在这里住下。 奶奶和父亲想跟我们耗下去,我任由他们住着,把他们当空气人。 我让小叔假装出差,在外面住几天,不许接他们电话,我更是回了宿舍住。 又过了三天,我回去了一趟,家里被弄得很乱,可我并不生气,我更想知道,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他们能待多久。 见我回来,奶奶急忙追问小叔的去向。 小叔出差了,他要赚钱养活那么多人,哪有时间享福。 我看到冰箱都空了,就连家里的零食都被吃干净了。 我买了少量的食材,把饭做好后,懂事地叫他们吃饭。 他们应该也是很久没正儿八经,吃一顿热乎饭了,狼吞虎咽地往嘴里送。 给他们送了一顿饭,我当晚就回了学校,长达一个星期都没有回家。 父亲不停地打电话,我直接把人拉黑,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学校在哪儿。 直到物业通知,人已经离开了。 他们来这一趟,身上的钱不多,自然撑不了多久。 江玉龙的事还是私了了,看来我爸他们还是出得起赔偿款的,只不过不愿意拿钱而已。 小叔听闻事情解决,还是替他们松了口气。 我无奈,叔,你就别替他们操心了,当初他们可是拿了十万拆迁款,这是在你面前瞎哭穷呢。 小叔前女友陆雪回国了,她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我是在周年校庆上见到她的,她比小叔小三岁,还是我的学姐。 她这次是回学校看望导师。 我没想到她还记得我,主动找我说话。 看到她的那一刻,我是很惊喜的。 我也没多废话,直接问她是不是单身,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也毫不含糊地说我叔也是光棍。 她没料到我会那么直接,吓吓,我这次回国待不了多久。 我还是不想放弃,阿姨,我小叔一直没在交女朋友,如果你担心我们家是多,我可以理解。 你放心,以后我奶奶,她活不了多久。 以后她再来闹,我去处理,不会让她打扰到你们的。 至于我,我现在已经成年,也在学着接单赚钱,不会拖累你们的。 我学的是设计,虽然目前还不是很专业,但跟着学长学姐接一下私活,还是可以的。 她皱了皱眉头,吓吓,你可能不太清楚,当初是她要跟我分手的。 我本以为陆阿姨是顾忌我们家的破事,才跟小叔分手,如今看来是我错了。 小叔虽说是不情愿的,可也是名副其实的福歌魔,她不愿意把女友拉入魔窟,倒也正常。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小叔自卑。 我很幸运在不受父母待见的时候,有她把我带回家,可她不一样。 她从小在奶奶和父亲的铺下长大,所谓的家人都不是真心带她好的。 而陆阿姨长得漂亮,温柔有独立,家是好,小叔难免会自残行贿。 暑假的时候,我跟着一个学姐兼职,下班回来见到家门口来了人。 我本以为是我那个便宜爹又来要钱了,却发现是两个生面孔,一位老妇人和一名男子。 哎哟,这是下下巴,比照片上还俊呢,老妇人一把抓住我的手,笑得一脸热情。 我轻轻抽回了手,礼貌询问,请问你是,我是你未来婆婆。 什么? 她笑嘻嘻地介绍着身边的男人,这是你男人王欣,你爸妈真没说错,大城市的姑娘就是水灵,听说还是大学生。 那个叫王欣的男人,笑出一口黄牙,面上还有些羞涩,看起来年纪没比我爸小多少。 真是活久见,我就这样毫不知情地被定亲了。 我不认识你们,请你们离开。 小叔很快就要下班了,我不想再给他惹糟心事,只想赶紧把人打发了。 怎么不认识,我们在微信上聊了好久了,也是你给我地址让我来找你的,王欣上来就要抓我的手。 我警惕地躲开,你干嘛,我说了不认识你。 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在微信上聊天,怎么可能。 老妇人有些恼怒,你这姑娘怎么能不认账呢? 你家里把彩礼都收了一半了,八万块钱呢,可别不认账啊。 谁收的钱你去找谁,我不知道,我或许猜出到底是谁搞的鬼了。 谁知王欣确说,我把钱转给你了呀,我这还有聊天记录和汇款记录的。 我看到他手机上的微信和互相调情的对话,只感觉心中一阵恶寒。 亲爱的,宝贝等等,这些词完全是我说不出口的。 老妇人忽然问道,你爸是不是叫江才,你奶奶是刘彩凤。 我怒火中烧,他们给小叔塞个女人还不够,这事又给我塞了个男人。 不是,你们被骗了,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这个爹,不认也罢。 怎么可能,你是不是又嫌弃我不能生育,你之前说了不介意的,王欣不依不饶。 不能生育,啊,怪不得彩礼拿得那么大方。 我把自己的微信摆出来,证明自己没有和他加过好友,可他们还是不信,声称看过我的照片,不会记错。 闹了许久,我只能请物业保安感人。 这个时候,小叔恰好回来了,事情还是闹到了警局。 小叔打电话联系了我爸,得知我确实是被卖了。 王欣家离我们老家不远,是奶奶找人介绍的。 那对母子不仅没有被骗得恼怒,还高兴地说自己没有认错人。 既然那是你娘家人,那我们就没认错, 他们都同意这门婚事了。 可跟他聊天的人不是我,收钱的也不是我。 警察尽力调解,劝说那对母子回老家报案,以诈骗为名起诉, 而我确实无辜,无需负责。 区区十六万,我就被卖了,我自己还不知道。 其实,我更好奇,到底是谁在跟王欣聊天, 言语还这般暧昧,俨然是一对热恋的小情侣。 小叔还是带我回了老家,想彻底解决此事, 以免那对母子再纠缠。 奶奶,父母,还有那对母子全都在。 向来不待见我的人,如今对我满是笑意和讨好。 夏夏,是我忘了跟你说了,你年纪也不小了,奶奶也是好心帮你说门亲事, 那老太婆仍是一脸为你好的样子。 说亲事,还是好心,我难以置信, 她竟能把这事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你卖我的时候,我不知情,你收钱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甚至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跟那个男人聊天, 你要不要脸啊。 往日,我就算再不喜欢他们, 基本也会老实不出声,很少会破口大骂。 母亲一向泼辣,立刻指着我的鼻子, 吼道,你嚷什么嚷,我是你老娘, 给你说亲怎么了?我劝你老老实实嫁过去, 还算有点用处。 王欣他娘出声打圆场, 哎呀,不要吵,虽说这件事有点误会, 但你们收了钱,婚事还是要作数的。 一直沉默的小叔突然轻笑一声, 王欣是吧,难道你不想知道自己这些日子 到底在和谁谈情说爱吗?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 有人是因为好奇, 有人是因为心虚。 万般寂静,许久都没人出声。 小叔再次开口, 打破了沉默, 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 没有号码, 那就打微信视频。 只见我妈面, 露心虚, 动作鬼祟。 王欣还是打了电话, 一阵铃声从我妈的口袋中响起。 此刻, 我突然不气了, 若不是场合不对, 我真想捧父大笑。 也好, 你们年龄倒也相仿, 不过我还真是佩服大哥, 心胸宽阔, 小叔一针见血, 戳人心窝子。 我妈顿时恼羞成怒, 你个死丫头, 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 要不是你不争气, 我用得着替你去跟她聊。 王欣和他母亲也是面如土色, 虽说聊天的人不对, 但不妨碍他们执着于这桩婚事。 这都是误会, 下下这孩子我也喜欢, 只要他如约嫁过来, 这些事我们可以不计较。 我冷声道, 你不计较, 我还计较呢, 我可没到法定婚礼, 更没答应过你们什么。 行了, 都别吵了, 小叔拍了拍王欣的肩膀, 这是好办, 你是跟你女朋友谈情说爱, 给你未来的媳妇会了彩礼钱, 所以该去找谁你自己清楚。 两边的人都不同意, 还在逼我结婚, 吵得我头疼。 砰, 小叔拿起手边的杯子摔在地上。 妈, 以后我每个月只给你打一千块钱, 足够你自己生活, 你非要贴补大哥, 我也管不了, 如果你再敢插手下下的婚事, 这点钱也没了。 他转头又对王家母子说, 我知道这件事你们被骗了, 所以我不追究, 至于彩礼钱, 你们该讨债就讨债, 该报案就报案, 如果再来是闹, 我也会报警, 故意骚扰也是犯法的。 回去的路上, 小叔依旧阴沉着脸, 应该说每次从老家离开他, 都没什么好脸色。 这个家不吉利, 还是要少来。 小叔果然言出必行。 月初只给奶奶赚了一千块钱, 父亲工资不高, 给一家厂子看大门, 一个月一千五百, 平时家里的开销, 几乎都是靠小叔寄的钱。 如今, 他这点工资, 恐怕还不够江玉龙一个人挥霍的。 小叔这次发了狠, 他们也明确认识到自己的地位, 不敢再惹事, 生怕这一千块钱也没了。 我跟小叔说了陆阿姨回国的事, 她面色平静, 丝毫不惊讶, 看来是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她其实是很渴望能有一个家的,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能过得好。 又是一年春节, 小叔在纠结, 还要不要回家过年。 其实, 我是想劝她别回去的, 去了也要生闷气。 然而, 腊月二十八那天, 父亲打来了电话, 这次是不得不回了。 奶奶死了, 她身体很健康, 不会生什么严重的病, 是死于意外。 她为了省钱, 常去别人园子里偷菜, 在一次翻围栏的时候, 失足摔了下去, 脑袋撞到了石头。 恰逢新年, 初五之前不能发丧, 我就说他们不吉利吧。 小叔终究还是心软, 主动出钱办了葬礼。 葬礼上, 父亲哭得情真意切, 悲伤不已。 他当然该哭, 奶奶没了, 他最大的依靠也没了。 他找小叔要钱的理由也没了。 小叔始终沉默, 一言不发。 我对这老太婆没感情, 但看到小叔情绪不对, 我心中也担心。 父亲在葬礼上指着小叔大骂, 你个不孝子, 妈在的时候, 你不关心她, 现在倒会来假惺惺。 小叔没反驳, 但我忍不了。 爸, 小叔每个月都给奶奶打钱, 足够她生活, 她干嘛还要去偷菜, 是为了谁。 她一脸心虚, 依旧耿着脖子硬撑, 她给钱有什么用, 还不是我一直在照顾你奶奶。 之前小叔出钱, 让我给奶奶做过体检, 检查报告我还有呢, 奶奶身体康健, 你自己照顾不好人, 别乱泼脏水。 这些年你们的生活费, 江玉龙的学费, 就连这次葬礼, 全都是小叔出钱, 如果不是你拿了小叔打给奶奶的钱, 她用得着去偷菜。 由于我上次放鞭炮一事, 左邻右舍都清除了小叔的孝顺和艰辛, 此刻纷纷指责起了父亲, 结果他依旧死鸭子嘴硬, 你别胡说八道, 这些年你和你叔回过几次家, 真是白眼狼。 我毫不退让, 死死瞪着他, 那你发誓啊, 你跪在奶奶灵前发誓, 你没动过那笔钱, 你敢发誓吗? 我和他争执不休。 还是小叔出声劝阻, 别说了下下, 给你奶奶磕个头。 我不磕, 听话, 磕完头, 我们就回去。 我不想让小叔为难, 走过去跪下, 低下头的时候, 轻轻呸了声。 父亲还在一旁大骂, 妈的葬礼还没完, 你这就走了, 不怕妈晚上过去找你吗? 我跟小叔回了家, 这次或许真的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回去后, 我做了饭送到小叔卧室, 可他一口吃不下。 下下, 你说你奶奶会不会怪我? 我没出声, 因为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小叔低着头, 声音哽咽, 如果不是我缩减了他的生活费, 他就不会去偷菜。 我无奈叹气, 叔, 这是不怪你, 就算你给的钱再多, 他也随时都会为那对父子豁出命的。 我现在都不想叫那个人罢了。 我知道这话对小叔来说很扎心, 但我必须说, 小叔这些年一直给奶奶打钱, 真的关心他是一方面, 另一个原因是他始终在和江才争一口气。 他想证明自己比大哥更优秀, 更孝顺, 他想让自己的母亲看到自己。 江才在闹脾气, 不想上学的时候, 他想学习, 却被告知家里没钱。 江才拿着父母积蓄娶妻生子时, 他在外险些饿死都无人关心。 江才住上新房子时, 他面临事业危机, 还要养我这个脱油瓶。 小叔等了那么多年, 直到奶奶死, 他都没等来一句关怀。 叔, 你没必要为此难过, 如果我妈死了, 我绝不会哭。 我不止不哭, 还可能会放挂鞭炮庆祝。 我年年给他烧根擀面杖下去, 让他看得到我, 打不着我。 第二天, 小叔很早就出去了, 一整天没回来。 我打了电话, 发现他没带手机, 我去他公司也没找到人。 他心情不好, 我真的担心他出事。 他的朋友我认识几个, 我用他的手机挨个打电话询问, 没人知道他在哪儿。 我在联系人中看到陆学两个字, 犹豫了下, 还是拨通了电话。 陆阿姨显然还是了解他的, 很快便找到了人。 小叔当晚没回来, 但有陆阿姨照顾他, 我也安心。 奶奶不在了, 小叔彻底和老家断了联系, 他对江才没什么感情可言。 对于我这个便宜爹, 他也问过我的意思, 我急忙摇头, 挥手, 坚决不要扯上一丝关系。 小叔愿意当大院种, 我可不愿意。 陆阿姨联系过我, 说他要走了, 继续出国交流学习, 我知道他是在暗示我。 所以我把这事告诉了小叔。 我小叔洁身自好, 长得不错, 还能赚钱, 唯一的不足, 那几个吸血虫也没了。 小叔, 陆阿姨要走了, 助他一路顺风。 陆阿姨离开那天, 我拉着小叔去了机场, 找到了偷偷等着的人。 我把小叔丢在那儿, 自己一个人去外面等着。 当看到他一个人出来的时候, 我一口老鞋卡在心口, 想吐却吐不出来。 陆阿姨走了。 走了, 他语气平静。 啊, 你真没用, 我跺着脚原地发疯, 引得周围人频频侧目。 他冲我脑袋一砸, 丢不丢人, 赶紧回家。 我气喘吁吁, 我跟你说, 你现在已经是老男人了, 不值钱了, 眼下再不抓紧, 等着打一辈子关棍, 以后我嫁了人, 你一个人面对黑漆漆的房子,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小叔皱着眉头, 陆雪出国交流学习, 你那么激动干嘛。 他都走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两个月, 啊,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行了, 回家, 别搁这儿丢人。 大四那年, 我顺利保研, 还和一个学姐开了个工作室。 小叔结婚, 有了个儿子, 陆阿姨医院工作忙。 所以, 大多都是他看孩子。 我执意要求, 搬去了楼下住。 他不让我搬太远, 因为家里没人做饭。 二老爷告诉我, 江玉龙跟着一个混混大哥闹事, 打死了一个人。 江财卖了房子, 赔了六十万, 欠了不少债, 可依旧没能免了儿子的牢狱之灾。 后来, 二老爷搬去了儿子家, 我再也没打听过那家人的消息。 我结婚了, 新郎是追过我的一个同校男生。 婚礼那天, 是由小叔带我入场, 别人询问我父亲时, 我也只说了小叔的名字。 我的父亲叫江旭, 他将我带回家, 抚养我长大, 保护我不受欺负。 请不吝点赞,